近来两岸局势紧张 国防部长颜德发日前证实 年初迄今有超过200架次共机 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一位空军悲观透露 9月10号一架运发反潜机 又到我国防空识别区绕飞 当国军战机前往驱离机监控时 竟有一架共机苏凯30 从3万尺高空急速下降 企图压制我防战机 不过我国飞官 接近把战机高度拉升 并抢占有力位置 让苏凯30不得不脱离目标区 只是两岸战机 首度在我国防空识别区内 进行空中战术战法 抢占有力位置 最后是我防战优势 先是两岸空战 国军仍有一定实力 执行人士说 中共频繁派侦察机 出没台湾西南空域 背后是由用兵策略与节约考量 一来是利用防潜机 招出自家潜舰 不亦被针钱的位置 再者也能同时监控美军动态 最后还可以消耗 国军战机与后勤能量 可说是一举三得 国防部资深将领透露 未来国军会增加在西南海空域 海空兵力的军事训练频次于密度 迫使攻击无法到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训练 甚至让中国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时 无法将我国防空识别区重叠在内 政治中心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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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